每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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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美廣告琳琅滿目 想體驗醫美療程卻無從下手 到底該如何選擇 安全又有保障的診所呢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 了解醫療美容 降低手術風險 第一 觀察診所環境 醫美診所要注意環境的 清潔與衛生 還有隱私性發電應急設備 避免患者在醫療 過程中發生細菌感染 或停電等意外 第二 醫師與診所 是否擁有合格證照 擁有合格證照的 醫師與護理人員 都是經過多年專業訓練的 選擇手術之前 可以先觀察診所 是否有擺放開業執照 以及醫師人員的相關 合格證照 先找到對的醫師 讓你降低意外風險 第三 瞭解手術風險 意外的發生 有時候來自 術前溝通的資訊不對等 所以術前諮詢 一定要與醫師 充分表達自己的需求 尤其是身體狀況 這些都是醫師評估 手術用藥 以及麻醉的標準 還有各式廣告 常見的 標榜零負作用 零傷害 或是寄出誇大的折扣療程 可能都是診所犧牲醫療品質 換來大量客員的不實廣告 最後 一定要仔細閱讀 手術合約 手術同意書和麻醉同意書 通常會標明醫師的專科別 治療過程 治療風險 與後續處理方式 確實了解手術流程 及資料後再簽名 並且自己和醫療機構 都要留一份作為記錄 對選擇診所有點概念了嗎 多一份了解 多一份保護 變美的路上 記得停看廳喔